動蒜動蒜海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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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我們現在來答 大家先把情緒齁 情緒先吻一下齁 動蒜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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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2300萬民眾 選出了一個字 代表2019年 全台灣人的 心中對台灣一 整年的描述 這一個字是哪一個字 亂 亂七八糟的 亂 混亂的亂 就像我們小時候看的電視機 大家家裡買的第一台電視機 是黑白的 很多年之後換成彩色的 整個台灣 被民進黨執政 從彩色的轉為黑白 就是一個字 悶 2018年 民進黨繼續執政 台灣人民在年底 用了一個字 表達心情是哪一個字 翻 因為國民黨 民進黨 縣市長選舉大勝 民進黨大敗 台灣人民期待 民進黨能夠改邪歸正 民進黨能夠回頭是岸 民進黨能夠重新出發 帶給台灣人民安居樂業 所以用了翻 大家期待2019年的今年 能夠改變 結果 民進黨的貪污 腐敗 派系的分贓 無能 變本加厲 台灣人不能再這樣子 窝囊的過下去 我們知道 過去很多民進黨的支持者 期待民進黨帶來我們的繁榮跟幸福 三年半 我們失望了 多少民進黨的支持者 期待 那個情政 愛民 愛鄉土 的民進黨能夠重新出現 但是 對不起 今天的民進黨 愛金錢 愛權利 愛他自己 民進黨的理想 已經完全喪失掉 蔡英文總統的治理國家 完全被派系綁架 他動不了 放任這些民進黨的派系 吃台灣人的肉 喝台灣人的血 大貪特貪 大撈特撈 我們絕對不能再這樣子下去 我們這一輩人 一生的辛苦 就是投入台灣的土地 我們希望下一代 比我們更強大 我們現在存在欠三票而已 這三票 我們有快樂的心情 像我巨年的主題歌一樣 我們有跟你們卻 來跟我們這三票 拉倒回來 我們就一定在過年月十一號 贏上勝利 我們三票什麼三票 大家知道嗎 我們三票 我們來換一個合謀 好 我們選舉要做誰 要抽票 要抽票 要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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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票 要掉 我猜有 那八票 要不然 那個人 你 要不然 沒有 要不然 要不然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